冠病疫情期间 本地癌症中心已经延迟非紧急癌症病患的预约 通过远程问诊和送药服务 让病患在家养病 国大癌症中心的复诊病患就减少两成 但是医生提醒 一些癌症的症状同冠病的症状相似 需要关注患者的健康 记者李嘉宇报道 64岁的王女士 4年前确诊患上骨髓癌 需靠服药和化疗来控制 近年2月冠病疫情期间 癌症复发 连续几天发烧不退 入院了两次 医生一度怀疑他染上冠病 国大癌症中心表示 2月到3月期间 有约30名癌症病患 出现咳嗽等疑似冠病症状而入院 不过多数检测呈阴性 有一些癌症 好像肺癌 这些东西可能时常会有相似的症状 而且病人免疫系统比较弱的时候 就是进行化疗的当时 有一段时间可能会比较容易受到感染 发烧这一类 我们都会就是进行检测 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冠状病毒 随着癌症病患逐年增加 国大癌症中心表示 远程和送药的模式可让医生有时间看更多新病患 药剂师也有更多时间准备化疗药物 目前中心化疗等候时间已减少50% 国立癌症中心则同中央医院合作 在院内特设两间病房给疑似患冠病的癌症病患 若检测阳性将转到隔离病房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